李妮娜这个名字或许大家并不陌生 她是中国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当家花旦 李妮娜是中国自由式滑雪项目 第一个世界杯总决赛冠军 同时她也是第一个 获得空中技巧世界排名第一 第一个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的女运动员 在2005、2007和2009年的市锦赛上 李妮娜连续蝉三届市锦赛冠军 同时她也被外界赋予雪上公主 这一位称 在奔跑榜第三期的节目中 运动员李妮娜首次亮相 在奔跑榜这次的雪上项目比赛之前 李妮娜身穿国家队队服 以优美的滑雪姿势 从库塔雪场雪道上滑到跑篮团面前 可谓是惊艳亮相 在节目录制结束后 有许多网友纷纷表示 李妮娜尝的东吴新珍的像 简直就是神似 在2014年所泄冬奥会 美丽的雪上公主李妮娜 与金牌擦肩而过 随后她在微博上公开宣布 要向外界征婚 在冬奥会结束后 李妮娜的爱情便如约而至 一年后 李妮娜在社交媒体上 更新了个人动态并晒颅 李妮娜说道 今天是个好日子 心想低事都能成 图片中身穿白色微美婚纱的 李妮娜甜蜜的依偎在老公身边 据此前央视著名主持人张斌透露 李妮娜的婚期定于6月18日 婚礼举办的地点是秒朝 直到2015年7月9日 李妮娜在微博上再次秀恋爱 李妮娜高雕公开结婚照 而且晒出了她和老公领结婚证的照片 在李妮娜晒出结婚照后 体操奥运冠军邓琳琳 第一时间送上祝福 网友们紧接着也是纷纷为这位 蝉联三界市锦菜冠军的雪上公主 送上最真挚的祝福